好來 抱歉齁 這個畫面一直 畫面始終在我這裡 好來抱歉 當我們把CAD 安裝到你家裡面的軟體之後 你會出現一個捷徑 好會出現一個捷徑 所有的軟體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你安裝完畢以後呢 都會有個捷徑在桌面上 你就對他快速點兩下就進去了 OK 在CAD也是一樣 好但是 但是 我們現在電腦補習班裡面 我們稍微做一點改變 好 因為呢 很多人跟我們共用這台電腦 我們是週日班嘛 對不對 他會有135246 會有白天會有晚上 會有很多人跟我們共用這台電腦 而且 AutoCAD的設定 可以根據你個人的喜好來做一些調整 所以呢 每一個人如果都是從這個地方 進入到我們的CAD的話 有可能你會用到別人的設定 別人可能會用到我們的設定 OK 好 等一下 所做的動作回家不用做喔 回家只要點兩下就好囉 好 在你的Notebook也不用做 直接點兩下就好 好 在補習班裡面 我們要跟別的班級做個區隔 所以 等一下請你幫我按一下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建立捷徑 我可以產生一個新的捷徑 在這邊 然後呢 再對他按一下右鍵 重新命名 好 譬如說我們可以給他來一個叫做週日班 譬如說我們是週日班 對不對 好 請你先幫我做到這個地方 好 OK 為什麼為什麼 有了 在這個地方 好 請你幫我先建一個週日班 好 試一下 好 來 抱歉 等一下呢 請你幫我按一下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內容 好 進到內容這個地方來 這邊有一個目標 我有寫在黑板上 目標 然後呢 前面寫什麼都不要管 把游標移到最後面 有一個ZHTW雙引線的後面 然後幫我輸入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代表空一格 好 空一格 然後輸入斜線P 斜線要注意這個斜線的方向 P呢 大小寫無所謂 然後再空一格 再幫我把剛才的名稱輸入進去 好 譬如說 我可以空一格 斜線P 對不對 欸 抱歉 斜線P 好 再空一格 我們可以把剛才的周日班 我可以 右鍵 複製 然後回到這邊來 右鍵的 貼上 OK 好 斜線P之間沒有空格喔 好 在這個雙引線的後面 就立刻空一格 然後斜線P 然後再空一格 把剛才的名稱 複製貼上進去 好 請你再做到這邊 畫面再借我 來 抱歉 做好以後呢 後續的動作 你可以有個變更圖示 好 變更圖示這個要不要玩 沒有關係 你不想玩你就直接按確定 好 這邊就是純粹換一個小圖片而已啦 我不要跟原廠的圖片一樣 只有差別在這邊 你不用 你直接按確定了 那也不要緊 好我們可以選一個變更圖示 然後呢 哪邊有圖案可以選 瀏覽 你們的桌面 對不對 剛剛是不是有請你抓一個 2D上課練習 對不對 你可以點選進去 裡面會有一個圖示 好 裡面有很多的小圖案可以選 自己選一個喜歡的就可以 這個無所謂 再做一次喔 這個動作只是好玩而已喔 做不做不要緊喔 你可以選擇變更圖示或者不要 直接按確定就好 也不要緊 變更圖示 瀏覽 你的桌面 剛剛有請你抓一個2D上課練習的資料夾 有個圖示的資料夾 你可以自己去選一個你喜歡的圖案 譬如說我去選一個這個 辛普森家庭 對不對 好 我選擇開啟 確定 確定 下個禮拜來 我就是直接點這個 進入到我自己的CAD就可以了 好 這邊做個個人化的一個小圖案 好 都選好以後你就直接對他快速點兩下 我們就可以進去了 進去的時候你會發現出現一個警告的訊息 他說 譬如說 記要名稱不存在 就是說你的CAD裡面 並沒有一個有叫假日班的東西 他會以預設值來建立記要 有出現這個警告的訊息 才代表你剛才這個地方有設定正確喔 沒有輸入的話 沒有出現的話 就代表你剛才的這邊是有輸入有問題的 好 好 我可以按下確定 他以預設值來建立記要 按下確定 現在你所看到的畫面 就等於是你把AutoCAD安裝到你家裡面之後 你第一次所點開的畫面 因為很多人會跟我講 老師我在巨匠開的CAD 跟我在家裡面開的CAD 跟我在學校 或者是跟我在公司裡面開的CAD 怎麼畫面都不一樣 一樣是2014版 為什麼 我在這三個地方開的畫面怎麼都不一樣 因為你們的畫面可能有被人家改過了 你家裡面重新安裝好的是第一次 你在公司裡面 公司可能同事幫你改過了 同學幫你在學校同學幫你改過了 再巨匠可能巨匠其他的班級把你改掉了 所以說你始終搞不清楚 到底什麼是最原始的畫面 我們剛才這個動作 就等於是幫你回復到最原始的畫面 讓你看一下 你把CAD安裝到你家裡面電腦之後 第一次打開是什麼景象 然後我們再改成我們上課要的那個介面 好 打開之後呢 把一些用不到的東西都可以先關掉了 打擦 打擦 好 你會看到是這樣的一個介面 好 請你先幫我點開它 好 來 接下來請你幫我把你的畫面稍微調整一下 這邊有一個工作區的設定 好 它會有一個叫做字圖與註解 3D基礎跟3D塑形 好 這是比較新的版本裡面 會有一個介面的操作方式 好 這是一個介面操作方式 那你也可以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到所謂的典型 好 算是比較舊版的一個操作方式 好 什麼叫做比較舊版 典型的意思就是說 從R14開始 一直到目前為止 你都可以找到的介面 我剛有跟同學說過 同學來上課的目的是什麼 應該是為了工作嘛 不然就是為了學業嘛 對不對 有人是學興趣的嗎 沒有吧 有人去那邊逛一下情美成品 然後看到有巨匠的扛棒 想說啊我來學個AutoCAD好了 應該不會有這種人啊 對不對 應該都是為了工作為了學業 好 那我剛有講到 在工作上 在公司裡面 其實用到的版本 是比較偏舊的版本 那如果說我今天 用比較新的介面去教你們 你們可能很熟悉的 然後呢 到了公司裡面 發現公司是用比較舊的介面 或者是你去面試的時候 公司會給你一個圖形簽 讓你上機測試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畫得出來 對不對 如果公司是用比較舊的版本 你根本找不到這幾個設定 你不是不會畫 你可能就緊張啦 然後呢 介面又不熟悉 手忙腳亂 很可能會畫圖形就不會畫了 就比較可惜一點 所以呢 我會這邊 我會跟同學說 我們用典型的方式先教同學 讓你能夠應付所有的版本 不管哪一個版本 你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介面操作方式 等到 會了以後 我們再用字圖與註解這個介面 再帶你找個圖畫一次 你就會發現這個介面只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相同的東西 你看喔 如果你是用新的介面 這邊有畫線 這邊有畫圓 這邊有畫圓 這邊有畫圖 對不對 好 我如果今天把它切換到3D基礎 這邊是不是也有畫線 也有畫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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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我如果把它切換到塑形 這邊也有畫線 也有畫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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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它只是噱頭 對我來講 對於我來說 它只是噱頭而已 等一下 請你幫我切換到典型 好 典型的是 從R14 好 R14還有人在用喔 有的公司還在用R14 還在用2000版喔 還是有一些公司在用喔 好 它會從這個地方開始 一直到目前為止 都能夠找得到的一個介面操作方式 就是典型的介面操作方式 好 這是一個工具列的一個操作方法 好 一樣畫線 一樣畫圓 一樣畫圓 都有 都有 不會有什麼功能 是工具列沒有 然後呢 只有在新的介面才有 沒有的 好 它只是一個介面的不一樣而已 好功能完全一模一樣 好 等一下請你幫我切換到典型 切換到典型以後呢 把一些東西都先打擦 用不到都先關掉 然後呢 幫我把右邊 游標移到右邊 會有一個灰色的地方 幫我左鍵按著不要放 按著這個工具列 幫我把這個工具列 拖到你的左邊來 拖到邊邊以後 它自然就站起來了 然後呢 放開 它就站起來了 這邊也是一樣 拖出來之後 這個先暫時用不到 我們可以先打擦 好 請你先幫我調整到這裡 好 試試看齁